穿著粉紅色上衣的理性女子花名小雲 在台中知名酒店上班 她和另外兩名嫌犯被警方逮出警局 三人涉嫌恐嚇威脅得手900多萬 三張支票瓦斯牆 還有蓋了首映的和解書 這些通通都是理性酒店小姐和同伙犯案證物 被理性酒店小姐炸裁的對象 是巫師多歲一婚的謝忻牙醫師 103年牙醫在知名酒店認識小雲 以為遇到真愛交往 還說好要投資房地產賺錢 但在106年時 李女擅自在被吞去買了房子 但貸款繳不出來 謝忻牙醫不滿還是幫忙 沒想到今年2月她再度顧忌重施 又買了一棟透天措 牙醫受不了3月分手不聯繫 但噩夢就是展開 理性女子付不出房貸 要牙醫支付2000萬元 還找了同伙小弟到她上班的地方 舉拍威脅要揭露婚外情 更不惜搬出黑道恐嚇 得手近千萬 都是在台中市 總價都有好幾千萬 理性酒精小姐連兩次 吃牙醫投資的公司的扣腳平單 取貸款買了市價超過 2000多萬的透天措 害牙醫背負大筆債務 還指使同貨紅鶴取材 拿婚外情脅迫 完全不顧交往情誼 謝忻牙醫不堪其擾 也真正見識到 什麼叫做歡場無真愛 接下來成功人家景成 SNG小組台中 彩鳳報導